世界各地的学生在3月15日组织了一次破纪录的大游行 据媒体报道,全球共有数十万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 有人估计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150万名学生参与其中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这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我们是引领国际行动的一代,谢谢 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帕特里·夏莫尔登说 年轻人对气候问题充满热情,不足为奇 年轻人比成年人更能理解和把握这一点 而且总的来说,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 社交媒体也让几大洲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这是我们作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工作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做我们的研究,我们关心这些事,我们将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是下一代走向工作岗位的人,会进入公共部门等其他部门 这对我们很重要,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我们的未来 气候抗议并不是第一次由学生主导的运动 他们深受为我们生命而游行的启发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去年发生枪击案 学生们游行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 帕克兰的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诉求 他们组织的方式告诉人们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这场运动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在美国持续下去吗 专家说这很难预测,但学生们有些著名的支持者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今年就任国会议员支持使用清洁能源 他在华盛顿向人们发表讲话 感谢所有决定今天为自己的未来而到场的年轻人 感谢每一位为人们的未来而到场的成年人 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好莱坞演员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也表示支持 迪卡普里奥还几次三番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到投票年龄 他们最终是否会对全球政治产生真正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美国之一梅尔格伦 华盛顿报道